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而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老衛 老衛請說 嗨 大家好 不管晴天雨天 原始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都顯得很不穩定 時情時雨的 主要其實就是說到這幾天 大家不斷聽到它名字的零零颱風 外圍雲氣的影響 雖然颱風沒有直撲我們而來 但是它的環流在我們東半部的海面 還是掀起了長浪 今天再成功也撤得了兩米一的最高浪高 而且隨著颱風強度增強的關係 未來東部沿海的觀眾朋友 跟藍雨綠島的民眾 現在就盡量不要前往海邊之外 也要注意強震風的情形 另外今天在我們中南部地區的雨勢 算是這個量蠻多的 對於瞬間性的強降雨 南部地區是有淹水的情形 至於未來幾天天氣會好一些嗎 我們就趕緊的一起 從微星明圖來看看 未來的天氣變化 從圖上可以看到 其實在我們整個東亞地區的天氣系統 算是蠻複雜的 但是我們要把焦點放在會有 對我們直接影響的零零颱風身上 可以看到目前它的颱風也清晰可見 表示強度強 結構也很扎實 目前它的近中心最大風速 每小時是達到了一百一十九公里 七級暴風半徑也有一百八十公里 未來會持續的向北北東的方向來前進 而就目前來說 會是以掃過我們東部海面的姿態 向北來走 雖然不會直撲我們 但是它卻很直接地牽動著我們的天氣 很明顯地可以看到 它的外圍雲系是一波一波地打進來 而且我們也預估 明天我們還是會受到它的影響 中南部地區跟我們的恆春半島 會有降雨的情形 同時也可以看到 在整個南方海面 還有一大片的低壓雲系存在 所以南部地區的民眾就多加留意了 但其他地方的降雨情況 雖然雨勢並不是一整天都在下 中間也會有空檔的時間 但是只要一下雨的話 都會是比較猛烈的 這種強降雨的情形 而關心完了天氣上的變化 至於溫度上的呈現 又是如何 我們再從下一張的地面 天氣圖來看看 可以看到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這個零零颱風的中心位置 就會來到台北的東北方的海面上 所以從這一段時間開始 一直到明天一整天的時間 是它在慢慢的向北移動的時間 裡頭這個時程 再次提醒我們的漁民朋友 今明兩天就盡量不要 從事這個海上活動了 而在我們這個溫度方面 其實下雨的時候 感受上算是滿涼爽舒服的 但是不下雨的時間點的時候 感覺上依舊是燜燜熱熱 跟今天的最高溫跟最低溫相比 溫度是變化不會太大的 只不過要再次的提醒我們高海拔的部落 現在呢 早晚的溫度是有明顯的轉涼一些 大家請務必做好保暖的工作 至於部落裡頭 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來到屏東的獅子牡丹滿洲 高溫是來到二十八度 降雨機會最高來到七成 泰伍來一根春日 溫度是落在二十一到二十九度之間 三地門霧台跟馬加 高溫是來到二十九度 降雨機會最高達到九成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十三度 高溫是來到二十八度 嘉義的阿里山溫度是落在十一到二十六度之間 降雨機會非常的高 南奴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十一度 高溫是來到二十八度 台中的和平地區最低溫十六度 高溫來到二十九度 降雨機會也非常的高 苗栗的原鄉地區高溫是來到二十九度 降雨機會最高來到七成 青竹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十五度 高溫是來到二十九度 降雨機會最高達到九成 來到北部地區 烏來根復興 最低溫降到十八度 高溫是來到二十八度 宜蘭的大同跟南澳 最低溫十八度 高溫是來到三十度 來到花蓮 新城花蓮市跟吉安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二度 旧林跟萬榮 溫度是落在十八到三十一度之間 受風跟風冰高溫是來到三十二度 風林光復跟瑞水溫度是落在二十三到三十一度 濁溪玉里跟富里最低溫降到了十一度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二度 台東的海岸線最低溫降到二十四度 高溫是來到三十三度 台東的中古地區最低溫降到十四度 高溫是來到三十一度將已經會最高達到八成 鹿野跟台東市還有北南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二度 而在台東的南迴地區 高溫是來到三十一度 將已經會最高來到六成 蘭嶼地區溫度是落在二十四到三十度之間 而外島的連江金門跟澎湖 溫度是落在二十六到三十度之間 這次的提醒我們蘭嶼的觀眾朋友 今明兩天的時間要注意一下 強震風的狀況 可以的話也盡量先不要從事海上活動 等到零零颱風真的遠離海上穩定了 再進行會是比較安全的 而明天中南部地區的降雨 恐怕還會持續下個一整天 大家出門就辛苦一下了 外出不僅這個防雨的措施要做好 安全也要擺在第一 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氣象預報 祝你一切順心平安